嘿,冒险者,你是在找我吗? 就在叶茨准备放弃离开这里的时候,那个小乞丐的声音又传了过来。 叶茨寻声望去,只见这个小乞丐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,就站在刚才叶茨搜寻过的街道上。 你怎么会跟我说话?难道你不知道,我因为攻击了这个城市的卫兵,而变成了这个城市的通缉犯吗? 叶茨眯了眯眼睛,直接问出了自己心里面的疑问。 可是那个小乞丐根本就不介意的样子,他黑黑地笑了笑,转过身子朝着一条小巷子里走去。 一边走,一边回头说道。 想知道答案,那就跟我来吧。 好奇心害死猫,在这一瞬间,叶茨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这句话。 这个小乞丐实在是太过诡异了,现在跟着他去的话,会不会似无葬身之地? 这个念头,只是在叶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,他立刻就摇头放开了。 死一次又如何呢? 这是游戏,死一次最多掉点经验,掉点金钱,掉点装备。 要是心里存着好奇,不去查清楚,那才是真正的要命。 就只是这么一瞬间,叶茨立刻跟上了那个小乞丐,在这如同蜘蛛网一样错综复杂的小巷子里,串来串去。 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少时间,小乞丐终于停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酒馆面前。 酒馆的名字也透着一股邪乎的味道,恶魔鸡脚。 叶茨心中有种不安的情绪正在扩大,似乎他正被人算计着什么,可是他偏偏又猜不透。 进了酒馆,酒馆里面冷冷清清,只有一个了无生气的适应声靠在柜台里面打着瞌睡。 就连叶茨进来,他的眼睛也没有抬起来。 小乞丐显然对于这里是十分熟悉的,他什么都没有说,只是朝着叶茨递了一个跟我来的眼色。 叶茨想了想,虽然有些拿捏不准这个小乞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,但是还是没有拒绝,直接跟着他继续朝着酒馆的下方走去。 酒馆的下方是厨房,而在厨房的后面则有一道紧紧关闭的门。 小乞丐轻轻轻轻轻轻轻地敲了敲门,很有节奏。 叶茨仔细地看着他的动作,试图记下来。 就在这个时候,小乞丐转回头来,看着叶茨的。 白精灵,冒险开始了! 叶茨听到这句话,下预示地向后倒退了一步,可是他跳跃起的脚还没有落地,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抓住了自己的脚踝。 他连忙低头一看,只觉得一股热辣滚烫的空气猛地朝他吹了过来。 而在这一片火热的空气之中,追见自己脚下原本的地板居然裂开了,从裂缝里伸出了一只干枯的手,而这只手正是抓住自己脚踝的罪魁祸首。 要说自己没有被吓到,那是假话。 任何人在遇见这种突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,就算心理素质再好,也难免会被惊到。 叶茨的嗓子里几乎要挤出一声惊叫,不过,他的身体显然比他的脑子更能应对这种突发的状况。 就在叶茨一晃神的时候,憋在他腰间的匕首就已经出窍了,而在下一刻,这匕首就已经狠狠地朝着那只干枯的手刺去。 那只手显然是有生命的,被叶茨这么狠狠地一刺,顿时像是被烫到了一样松开,缩回裂缝去了,而叶茨则一个亮枪差点跌倒在地上。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,这样的一个念头顿时袭上了心头,他才刚刚站稳,旋即转身就要离开。 他的速度很快,可是有人的速度比他还要快。 就在叶茨要奔出去的时候,他的手臂被人拉住了。 叶茨下意识地转头看去,只见这次拉住他的是那个小乞丐,他还是那副毫无特点的样子,可是他的手却十分有力,让叶茨根本无法挣脱。 而最让叶茨无法动弹的是,在他的身后打开了一道门,在这道门的后面,竟然是像漫漫星空一样的空无。 他奋力地想再次挥舞手中的匕首给予小乞丐狠狠一击的时候,小乞丐的唇边却露出了一丝阴森森的笑容。 同样的招数用两次就不灵了,白精灵。 说吧,他的手一松,叶茨的整个身体竟然飘了起来,被那道门后强大的吸力吸了过去,再然后……就没有然后了。 整个厨房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变,还是那平静的样子,地板没有裂开,门没有动过。 而在这个人际喊致的酒馆里,更是从来都没有什么人来过。 没有叶茨,更没有小乞丐,一切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 叶茨只能感觉到身体好像失重了一样漂浮着,忽然又急速下降了。 叶茨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在这近乎绝望的急速下降中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到来。 就在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,就在他觉得一定要被摔死的时候,他的身体却猛然间停住了。 这突然的停滞,让叶茨的身体无法承受这样的重力冲击。 猛然间,一股新鲜的味道从他的胸腔满过了喉咙,一直从嘴巴里冲了出去。 不过,他什么都看不见,在他的眼前一直是漆黑一片。 从被吸进那个门开始,就是如此。 不过,他还是可以打开人物属性面板,只见上面醒目地提示着自己的生命值过低。 可不是过低吗?将近一万的血,现在只剩下两位数。 要是谁再碰他一下,估计就蛤屁了。 他很想从包裹里掏出一瓶血瓶,补充一下自己现在这丢人的生命值。 可是系统却不断提示他。 在这个情况之下,他的人物什么都不能做。 好吧,如果按照系统所说的,他什么都不能做。 这不就是说,他现在是我喂鱼肉,人喂刀祖了吗? 在原地停顿了大概五秒钟之后,叶子的身体再次下降。 这次并没有什么悬念。 才刚刚下降,他的脊背就重重地跌到了一块坚硬的地方。 而他可怜的生命值,再次从两位数锐减到一位数。 看着那悬而又悬的生命值,叶子几乎在内心里狂喊着。 你没的,要杀要剐来个痛快一点的,用不用这么炖刀子割肉啊? 我又没有犯什么凌迟大罪,搞什么飞机。 白精灵,好玩吗? 就在叶子还在心里愤怒的时候,一个让叶子恨不得抽死他的声音,又响了起来。 而随着他的声音,还有一片昏暗的光线亮了起来。 叶子眯了眯眼睛,立刻就看到了那个将自己骗来这里的小乞丐,正蹲在不远处的一根石柱子上,冲着他发出了惨烈的洁洁的笑声。 他动了动头,系统并没有再提示他什么都不能做,看来已经能动了,随后他立刻就将一瓶血瓶塞进了嘴里。 看着缓缓上涨的血,他的心里顿时踏实了不少,接着他就一咕噜爬了起来,对着那小乞丐摆出了防御的姿势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? 小乞丐黑黑地笑着就是不说话,那笑声很是诡异,就好像是刀子在玻璃上划出了尖里而让人牙酸的声音,听得人心里发毛。 叶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尽量不被现在这种诡异的气氛弄得心情浮躁。 他沉下心,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小乞丐,这个时候一旦焦躁,往往就会失去很多的先机。 那小乞丐看着叶子的目光很是怪异,就好像是猎人在看着猎物的感觉。 这种感觉让叶子十分地不舒服,总感觉好像掉了个个一样。 你的目的是什么? 叶子看了这个小乞丐许久,终于开口问道。 我的目的? 小乞丐黑黑地笑着。 白精灵,你是真不明白,还是假不明白? 他说着站了起来,伸出双臂,大喊一声,只见一对黑色的肉翅从他背后的皮肤里钻了出来。 而小乞丐的身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,最终竟然变成了西方神话中经典的恶魔形象。 当变化完成后的小乞丐,仰着头,朝着上空喷出了一口浓烟之后,就拍了拍翅膀,飞了起来,冲着叶子伸出那尖利的爪子,说道。 啊,我是那家大王的手下,白精灵。 我这么说,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目的? 明白,当然明白了,叶子的心忍不住沉了沉。 还真是快呀,他才刚刚回到中部大陆,这那家的爪牙就已经找上门来。 看来,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。 叶子看了看对方的属性,乖乖,一百五十几。 这个等级的怪,如果是他自己亲自动手的话,那么叶子基本上不用抵抗了,直接躺在地上等死就好了。 就算他把什么老三老四老六样老那全部都召唤出来摆成一裂,也顶不过对方一下的攻击。 这就是等级差距,等级差距啊。 如果我说不呢? 尽管和对方的差距过大,就算打起来也不能直接挺尸吧。 所谓输人不输阵,所以叶子明知道和对方悬殊过大,还是拉开了弓箭,摆出了迎战的姿态。 小乞丐,不,现在应该说这个叫做罗纳尔的恶魔,看着叶子现在的姿态,毫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起来。 哈哈哈哈,白经理啊,你现在摆出这样的姿势,是表示要跟我对抗吗? 是又如何? 你觉得,凭着你这样蝼蚁一样的力量,能挡住我的进攻吗? 罗纳这么说的时候,那巨大的爪子也朝着叶子伸了伸, 而后,他合拢了一只爪子,轻蔑地说道。 你要知道,如果我要杀死你,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 那又如何? 叶子收取了进攻姿势,轻松地看着罗纳。 我只能告诉你,你想得到的东西,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的。 罗纳尔那双紫色的毛孔猛地收缩了起来,看得出来他生气了, 但是他并没有像是一般恶魔一样,没有耐心地直接爆发起来。 他只是微微停顿了一下,而后又笑了起来。 他拍着一对巨大的翅膀从石柱子上飞了下来, 开始围着叶子转起圈来。 叶子还是站在原地,纹丝不动, 最多就是眼睛随着罗纳飞来飞去的时候左右移动一下。 白精灵,你可想好了,我要想你死,可是很容易的。 罗纳飞到了叶子的正对面,停在了半空中,对着叶子说。 冒险者不怕死。 叶子淡淡地指出,没错,对于他来说,挂几次没有什么, 无非是掉点经验,掉点装备,按照他现在的炼击速度,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怕的。 罗纳似乎料到了叶子的拒绝,他也不生气,继续游说着叶子。 白精灵,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又伟大,你可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冒险者。 你看看,整个英雄城没有一个人愿意打理你,你还那么执着地为了他们做些什么呢? 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的你,只适合与我们这些人为伍吗? 叶子微微也愣,还看不出来这些NPC够聪明的,还知道用自己是大红鸣来威胁自己。 怎么样,再考虑考虑,如果你肯把东西交给我,我不但不会伤害你,我们还会为你打开一扇门。 那里有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,有世界上所有人都渴望的力量。 而这一切,只需要你付出一点点,把那件不是你的东西交给我,就可以了。 罗纳这么说着的时候,她的眸口又眯了眯,极具诱惑力。 叶子眯着眼睛,歪着头,很认真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 这个罗纳说的意思不会是,现在只要她把这个猛毒之剑交出去,就能临阵倒戈成为魔族的一员了吧? 游戏里还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,在上仪式也是没有的。 所以叶子也不知道,游戏到底存不存在这个系统。 如果存在的话,现在它过去会不会有很大的好处? 可是,如果罗纳再骗自己可怎么办? 白白到手的猛毒之剑交了出去,那不就等于探索精灵王的道路戛然而止了? 那不就等于她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看到五支剑攒齐的那一天了? 这还真是不好选择的问题啊。 怎么啦,白警令,你不渴望更加的强大吗? 比所有人都要强大吗? 罗纳尔看起来有些按耐不住性子了,他朝着叶茨凑了凑,本来就眯起的瞳孔变得更加细了。 叶茨望着罗纳尔,笑了笑道。 如果,我还是拒绝呢? 愚蠢的精灵! 罗纳尔终于生气了,他大吼一声,连叶茨都没有反应过来,就直接被他拍成了一具尸体,而后更是在叶茨的尸体身边愤怒地叫嚣着。 你以为你们这些冒险者有无限复活的可恶本事,我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吗? 白精灵,今天你拒绝了罗纳尔,从此以后你将受到那家军团无休无止地追击,直到你消失的那一天。 罗纳尔一边叫嚣着,一边越飞越远,而这个时候叶茨的系统提示, 才想了起来。 你死亡在未知区域,不能捡取尸体,只能选择墓地复活。 现在系统将为您随机选择一个墓地复活,请问您确认吗? 叶茨看着系统已经在自己面前飞出来的确认框,无奈地选择了确认。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系统还跟他废话些什么? 其实,叶茨也不知道为什么,自己最后还是选择了拒绝了罗纳尔。 按照他的性子,其实罗纳尔提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了。 又能探索新的领域,又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, 这多让人无法割舍,可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。 想想看,还真的是有些说不清楚,不过他并不后悔。 在他犹豫的那一瞬间,其实他忽然发现能力强悍与否也不过如此。 比如纳家,比如多亚,最后还是故去了。 可是,那些埋葬在被人遗忘的过往呢? 有没有人提起,又有没有人记得? 就在这一刻,他忽然很想知道关于多亚的故事。 真是可笑,只为了一个故事,他似乎放弃了很了不起的东西。 不过,他真的不后悔。